高級鴨肝放在肩台瞬間香氣四溢 但高雄這間高檔鐵板燒店 卻被顧客踢爆 把鴨肝冒充鵝肝 高價賣給消費者 消費者得知消息 氣得打電話向業者堆滯 不滿業者公餐時 沒有事先表明 餐點鵝肝被鴨肝代替 消費者一狀告上法院 高雄地院一審判決出爐 認定餐廳拿鴨肝混沖鵝肝 欺騙消費者 業者用便宜鴨肝包裝成鵝肝料理 從開業到現在 賣出3596份鵝肝餐點 總計收入超過1558萬 依詐欺罪 將負責人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在02年10月下旬開幕以來 都沒有進貨鵝肝 它只有鴨肝去做販售 鴨肝鵝肝該怎麼分 其實從外觀上就能看出來 鵝肝顏色淺 鴨肝顏色比較深 質地來說一個平滑細緻 另一個就顯得粗糙 口感上更是差很大 鵝肝入口即化 鴨肝吃起來可能偏苦還有腥味 價格也是天差地遠 鵝肝一公斤要價五六千元 鴨肝一公斤只要一千三到一千五百元 餐廳間接承認 在鵝肝進貨不穩的時候 會用鴨肝來代替 菜單現在也已經通通把鵝肝改成鴨肝 就是不讓消費者再有誤會 對於一審判決的一年六個月 負責人表示不服 強調會繼續上訴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